我们知道,大国海军基本上都是以围绕航母和核潜艇而展开发展的,一个是水上超强战舰,一个是水下超强战舰。 在核潜艇这一块,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是很大,但是的航母这一块,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至少在半个世纪以上。 我们知道美国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,其中还包括一艘排水量11万吨级别的福特级航母,这是一艘迄今为止最先进的航母。 因此想要追赶上这样的水平航母,不是一时半会的功夫,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,但是,我们绝不能干等着,没有与之相抗衡的盾。 那么,我们可以造风力的猫,以毛作断,因此,如何应对这些海上的庞然大物,成了我国科研工作者们的必修客棋。 尽管我们已经有核潜艇作为版航母利器,但这还远远不够,因为美国有11艘航母,每艘航母至少可以应对四艘水下核潜艇,而我国目前并没有这么多核潜艇。 况且,单一的进攻点势必会被找到反制措施,况且,一旦航母进行大规模进攻的话,必须要将其控制到区域范围外,也就是说,必须要将它进入到安全水域前,就将其击垮。 所以,必须要研制一款能够的千里之外,就对航母造成致命打击的武器,科研工作者经过商却认为,用导弹最合适不过了,但是普通导弹很难对航母造成损伤。 所以,有专家提出,研制一种能够穿透航母甲版的反舰导弹,或许能达到预期效果,于是东风21D反舰导弹便就此产生。 这是我国第一款反舰导弹,这是一款无陆基导弹,这是一款由卫星协助定位打击的高威力反舰弹道导弹,装载超音速弹头,并且单优有破甲装置,所以即便是高速移动中的航母,也很难躲避其打击。 那么东风21D反舰导弹到底有多厉害了? 十年前,美国就通过卫星采集情报,确认了中国这一导弹的存在,并且也通过卫星拍摄到该导弹基层远澳四号大型测量船,而确定该导弹具备基层大型舰船的实力。 美智库在对这款导弹进行分析完毕之后,认为这样的武器已经破坏了西方的自由航行规则,强烈建议联合国禁止这一武器。 美群式专家称,该导弹能够从甲板上直接穿透到航母核心部位,被一枚东风21D击中的航母,或将失去作战能力,如果再被击中一枚,或将只能沉入海底了。 因此,东风21B被西方称之为是航母杀手。 据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,东风21B可以加飞几包的大型舰艇,阻拦在1500公里之外。 自打有了这款武器以后,美航母就算有那贼心,也没那贼胆了。 然而,就在西方因为东风21B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就在美航母因东风21B后退百里的时候,就在东风21B刚形成巨大战斗机的时候,却传来了一个让全国陷入哀痛的消息。 东风21B主要设计成员,中国主名导弹,武器专家,黄鹤云因病去世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 他是中国导弹界的一位巨匠,是研制中国反航母武器的先锋。 他的离去,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 上个世纪90年代末,黄鹤云抱着一颗包下祖国的赤子之心,报名参军。 后在部队更新学习导弹方面的知识,常年和导弹打交道的他,早已与导弹结下身后的感情。 他常年往返于实验室和导弹基地之间。 这期间他参与过多款导弹的研究及试试工作,而东风1B是他将为突出的设计之一。 他为中国的导弹事业,做出了卓越的贡。 然而就在2012年,正在执行导弹事业任务的黄鹤云, 在导弹基地突发脑医学,尽管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 但是还是没能留住这位科学巨匠,因抢救无效事实。 年仅43岁,43岁正是一个男人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光, 而他却把他最宝贵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,献给了祖国的导弹事业。 他的离世让国人陷入无尽的哀痛,他的功勋,祖国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 导弹基地突发生。